大家好,我是小蓝小妹,我是小蓝 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案件呢,至今还是一个悬案 有一些线索,但是没有办法去最终判案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个人见解 这是一件发生在2006年1月24日 美国福德里达州奥兰多的故事 案子的主角叫做Jennifer Kiss 案发时25岁,她毕业于中佛大学财富一系 案发时在某财务公司担任分析师 收入相当不错,年轻有为 相应的,她的日常生活也过得井井有条 在案发前一周,她还趁着休假和男朋友 美鼠维京岛游玩了一次 案发的这天早晨和往常似乎有一点不一样 按照惯例,每天早上Jennifer会给男友打一个电话 或者发一条短信 内容无非是说早安,今天也要加油哦 那些鼓励的话,就等于说是报一个早安嘛 因为他们没有住在一起嘛 那就是情侣嘛 早安,晚安,早安,晚安这种 人家里说虽然没有很正,但是每一天都有 雷达不动 但是在这一天早上,她男朋友却没有收到来自她的消息 当天上午8点多钟的时候 Jennifer的男朋友没有多想 就想说没有收到消息,那我打个电话吧 但是呢Jennifer没有接听 转到了语音的信箱 那男朋友想说可能就是手机没有电啊或者怎么样 就没有想,或者想说她可能在开会啊什么 所以就转语音了嘛 到9点多钟的时候 男朋友的手机响了 来自于Jennifer的父母说 Jennifer今天没有去上班 我公司把电话打到了家里 她和你在一起嘛 这下,大家都愣住了 说明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在路上出车祸啦 或者怎么样 很快,Jennifer的一个同事 受父母委托 赶到了Jennifer居住的公寓 发现家里面空无一人 屋子里相当整洁 一切很正常 但是Jennifer的车不再停车 车尾上可能就是开走了 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可能会不会是车祸 Jennifer的父母火速报警 经过现场的勘察 警方就确认 因为他们要报警 想让警察协助 是不是路上有什么事情啊 同事也要看一下家里是不是什么事情 经过警方现场勘察 确认Jennifer的家 门窗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房间里没有搏动 翻动过的痕迹 警方还发现 浴室的垫子毛巾上有水迹 也就是说 当天早上 Jennifer在家里洗过澡 然后才正常出门 所以这一切显示 并不像是一场犯罪 可能只是Jennifer 临时遇到了什么要紧的事情 就没有来得及通知家里面 就是做什么事情 那也可能作案图也不在家里 对吧 就不管怎么样 他们已经家里面勘察过了 可能也是道路上去收集了一些信息 也没有车祸的这类信息 那就是给他一些推测吧 当然 房间里有一些些奇怪的景象 Jennifer的床垫上 被子没有叠好 上班用的工装铺在床上 因为Jennifer所在的公司需要穿正装 他的睡衣裤则随意的搭在浴室的架子上 电吹风还插在插座上 也可能说 他洗澡之后没有穿上工作服 也没有有时间可以去吹干头发 就非常匆忙的出门了 这对于平常非常重视形象的Jennifer而言不正常 于是一切陷入了一个很困惑的情况 他就是他洗完澡了之后 穿上浴袍 出去换工装 在那个时候 有人敲门了 他出去开门了 他是跟人走了 还是被掳走了 不知道 那这是你的推测 那时间一点点过去 Jennifer要无音讯 再也没有出现过 于是警方越发怀疑 他可能遇到了大麻烦 因为如果你临时去做什么事情 你处理完了 你都会联系一下家里 报个平安嘛 两天后 也就是1月26日 有个热心群众 看到了电视上的新闻之后 发现了在某街道的转角处 停着一辆车子 外形和新闻报道里的高度相似 而且没有悬挂前后车牌号 于是 觉得可疑的他向警方报告了时间 警方赶到后确认 那辆车是Jennifer的车子 但是车里空无一人 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实际上 车里甚至有一些干净的过了头 方向盘 排挡 找不到任何指纹 包括Jennifer自己的指纹也没有 也就是说 停车之后 有人把这辆车仔细的擦了一遍 排除了一切可能有指向性的痕迹 此外 Jennifer的包 钥匙 手机 Apple 都没有在车上 家里面很多东西没有了 车上也没有 这辆车的停车地点 距离Jennifer的公寓 两公里远 也就是几分钟的车程 从路线看 和Jennifer平时去上班的路线 是重合的 在随后的调查走访中 警方发现了在停车地点附近 有几个安装的相当隐蔽的摄像头 很可能拍车了停车人的身影 警方没有猜错 在仔细判读监控视频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 案发当天 12时58分58秒 一名男子开着Jennifer的车 从远处驶来 随后将车停下 自己转身走开 然而大家能看到的是一段模糊的视频 不要说能够看清楚这个人长什么样 连那个白色的身影 具体身形 胖瘦 对 都看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对警方来说破案毫无作用 只知道有个人开过去了 停在那边 对 就是他洗完澡 有人按门了 一开门 不对啊 地上没血 而且身体也没有 而且车在那 对吧 他是8点多失踪的 8点多没有发消息 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8点前 他停车是12点 快接近下午1点了 就5个小时 虽然看不清 那个视频 但是警方没有放弃 他们继续找 又在此人离开 因为他是走的嘛 此人离开的必经诸路上 找到了另外一个监控 找到了另外一个监控 尾章停车的掺 掺头 视频放出来 看到了非常清晰的嫌疑人的样子 男性 中等身材 从步伐的幅度 频率 警方判断 可能是青年人 或者是中年人 然而 这个监控 因为是拍违章的 他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 他是每三秒钟 抓拍一针 所以说这个人 从监控的这一头 就监控的这个边 走到那个边 可能也就几秒钟 可能几秒钟 所以他不可能拍得很清晰 可能就一张 正至于两张 所以就 就靠这两张 再加一个背影 其实最终是拍到三张嘛 也很难来找到 而且更诡异的事情是 这个摄像到前面 有一个围栏 在拍下嫌疑人的时候 这两帧的画面上 围栏恰好把他的脸 完全遮住了 是一个巧合 但是让人觉得很遗憾 是一个巧合 尽管警方后来 请了很多专家协助 甚至动用了NAS的图像 处理技术 对这段视频进行了分析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还原出嫌疑犯的 特征 警方也只能眼睁睁 看着他从画面里 匆忙走过 没有办法定 此外 警方安排了一条警犬 嗅探了Jennifer的汽车 警犬很兴奋 就感觉闻到了什么 然后他带着警方走 他们居然又走回了 Jennifer的公寓 他邻居 这么早 能让他开门的 必须是他邻居 最后 然后呢 因为警方推测的 这个人把车 丢弃了之后 又走回了Jennifer的公寓 就必须是他邻居 但是可能 不一定 他可能犯罪嫌疑人 回去想要处理什么 那是谁 但他们发现警方 因为他爸妈 不是报警很快吗 可能已经发现了 警方在他的那个地方 所以他没有去 就走开了 所以警犬最后 只是到了那里 还有一个问题 很难解释 就是从早上9点钟 到中午的时 1点钟 中间有近4个小时的时间 嫌疑人完全可以 把车开到荒郊野岭 反正弗洛伊兰 是一个就是 有很多偏僻的地方 为何嫌疑犯 要把车停在市中心 距离现场 只有1.2公里的地方 市中心热闹呀 你开得远 你也不知道 一路高架上 有多少个摄像头 他万一正好拍出来了呢 他可能就住在附近 他就知道 这个附近的摄像头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是吧 可能就知道 这个附近的摄像头 发生之后呢 警方组织过多次的探索 把Jennifer家附近 停车地点附近的 所有的地方 都几乎搜了一遍 徒步搜寻 骑马搜寻 甚至直升机搜寻 就希望 无论Jennifer 是死是活 都要找到一些线索 然而这些努力 都没有结果 Jennifer的公司 她的父母朋友 都没有放弃 对她的寻找 他们还特意 建了一个网站 就叫做 findjenniferkiss.com 并承诺 给予爆料人最高 100万美元的宣赏 佛罗里达州 甚至在2008年 通过一个 以Jennifer名字 命名的法案 规定对此类人口 失踪案件 州警方可以主动 寻求FBI的协助 FBI参与调查后 将Jennifer列入了 10大失踪人口榜单 并使用了当时 最先进的法证科学技术 但是还是没有突破 但她没有查邻居的吗 她走访了呀 问了呀 她不是去 她周围 几乎所有的地人都问了 没有可疑的 那万一 因为这个案件 没有任何的指纹啊 什么 那万一 邻居把它藏在家里呢 那 我把你藏在我自己家里 有人家这里来 敲门 我说我没有看到啊 我那天我在干嘛 我早上起床 我在洗澡 我洗完澡 我去上班 那我也不知道 那然总该要露出一点马脚的吧 你藏家里面 你也不可能 你藏家里面 你要把它谋害了 那你就要想抛尸 如果你不谋害 你藏一个大伙人在家里 你要藏那么十几年 那也有可能 我看过以前比较夸张的是 有那种给他 擀了埋在自己家里 花园下面 那这个很多嘛 其实已经 市中心 你也可以擀了 把它切块 然后放在冰箱里面 一年扔一块 十几年过去了 扔完了呗 是的 十多年过去了啊 这个案件 现在还是没有任何进展 就是一个血案 十大失踪人口 Jennifer Kiss 好像就是人间蒸发 也没有回到她的 再也没有回来 而那他监控里的可疑男子 也依然隐溺在茫茫的眼中 那为什么不是他男朋友呢 他男朋友那天在 因为他男朋友很明显 跟那个人对不上呀 因为他们是有一个 所以我觉得 就有很可能是邻居啊 你想你大清早 谁值得你去开门 那我又为了什么呢 因为可能是快递啊 快递不可能啊 太早了 见色奇异啊 也有可能碰到变态啊 谁能够值得 你大清早八点钟 让你去开门 要不就你认识的 值得 因为没有任何打斗痕迹啊 对啊 就感觉就是 他是主动跟他走的 对啊 你可能说 你看开门了之后 我跟你说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有点早 我带着我家里 有点什么东西 有点问题 你能不能帮我一下 看一下 然后想想 肯定他不会走远的 因为他穿的是浴袍 也不一定他可能穿的是变装吧 因为他工作服没有穿 睡衣在了 不不合逻辑 因为你洗完澡 睡衣脱下来 不穿睡衣可能穿的就是浴袍 浴袍 对 但是如果你 你比如说 我只是去隔壁帮一个什么忙 我不可能说 你等一下 我换一件变装 帮完忙 一分钟 我回来再换 那也不会穿着浴袍到处旁 所以穿浴袍的可能性 是最大的 然后又要能穿着浴袍 可走的范围内 就是他这个层里面 甚至 对公寓 对 对吧 今天阿姨脑洞大开 我在那个 看到我们视频小伙伴 大家也可以脑洞大开 看一下这个案件 评论区里留言 以上 今天案件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